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南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在台北股市礼拜四 在这个廉价之前 上涨了92点 那么上涨92点的盘中 你会觉得说 这个大盘很强 其实大盘是很强 但是如果说 它这个一个地方能够补起来 这个整理的缺口 这两个整理的缺口 能够补起来 那它会比你想象中要更强 所以这个整理的缺口 我们稍微给它尊重一下 怎么尊重 就是你不要再按感觉去操作 你按照我给各位的一个标准的方法 然后给你标准的工具 标准的作业流程你去做 怎么做 等一下你都会看到 等一下你会看到整个三月份 你看到什么股票 你在电视当中看到 我们的会员看到 跟你看到的是不是都一样 而且是全部都一样 不是我挑出来讲的 是你看到的 跟我们会员看到的都一样 这个才叫做公开的印证 所以你说大盘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很多人放空被嘎空 因为没有顺势操作 你没有顺势操作你就是随着盘面的感觉 在那边飘来飘去 当然没办法赚钱 所以操作的标准当然非常的重要 那整个国际你说全球股市 它就是一个原因嘛 全球股市我今天不用多去解释 它就是谁在控盘 这个盘面我昨天还讲 控的连这个礼拜的两天的低点的 小数点都一模一样 昨天的低点的小数点 跟大前天的小数点 的小数点的点位竟然一模一样 那控盘为什么这么精准 因为筹码不在散户的手里 所以在今天清明节期间 有一个省思 我等一下想要提供我的想法给各位 清明节圣中追远 那什么叫圣中追远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你怎么样保护你的资产 所以我现在先从另外一个 我换一个角度讲 我先从各位投资朋友 你在这个假日当中 你最需要把你手上的持股 好好的真的看一遍吧 面对它一次吧 你如果你没有办法面对你的持股 然后做一个一次性的脱胎换股的改变 那么清明节 你所有的拜拜 怎么怎么拜怎么拜 我认为意义并不大 你应该去想说 你自己在这个节日当中 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我先谈一档股票 你说很多人问到 其实到现在还很多人问到 宏达电 这个地方怎么感觉很弱 那宏达电很弱 它不是一天行程的嘛 所以我现在再回答 我尽量时间有限 我尽量把你问到的股票 我尽量都讲一遍 3月17号我已经谈过了 1300块的时候在2011年 这个营收的轨道 各位一定要知道 当时这个每个月400亿以上的营收 创造了1300块的宏达电 然后当它营收下来的时候 它从1300到600 那这两年为什么一直在200块以下 跟它的营收上不去 这个轨道当然有关系嘛 那你再看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 你说这个也许 你没有时间去做这种功课 好那更简单一点嘛 这里有一个条线 这里是161块 161块在什么地方 来麻烦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放大 这里不是有一条线吗 这条绿色的线 其实碰到的时候 碰到的时候是不是刚好161块 好那这个161块 你从日线上看就在这里嘛 就从161块这个地方 回来到135块 这一段其实每一段都一样 每一段都一样 融资到现在虽然有减 可是融资还是5万多张 5万多张跟这个成交量来比 还是很大 所以你怎么样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按照 就是一样再老话一句啦 唠叨一句 脱胎换股 跟着我们做改变 跟着我们做一个 一次性的脱胎换股的改变 你就按照 我给你的标准作业流程去做 你说真的有用吗 等一下你就看 我公开给大家看 你看到的股票是什么 你自己再来决定说 到底你要不要改变 因为我们是看得很 我是真的很 花了很多时间跟成本 做出来 然后你看到会员去做到 那个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达 这两天也有人问到 那有达其实15块这个地方 我说14块对我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这个不是操作标准 这个只是我个人认为说15块这个地方 你可以留意 可是来到这个地方要注意成交量 你回头去看 我有讲 这个地方你要去注意成交量 因为这两条线是往下弯的 那这个成交量其实你现在回头来看 从15块这个地方到16块6 可是这里没有量了 突然间他的量就缩了 量缩了以后他就整理 可是这个地方整理 他今天收购了15块8 收购了这个15块8 接下来你说他要往下急跌 机会又不大了 所以我们重新再观察这档股票就好了 为什么叫观察 因为他有没有符合操作标准 他如果有符合操作标准 那有答当然你就可以选择去做买进 可是没有操作标准 什么股票都一样 你就不要 当然看要看 你怎么去看 怎么说今天收购15块8 他会是比较好的 这当然是最很简单的东西而已 只是一个缺口而已 可是有一些东西你就会模糊掉了 比如说这档股票 昨天跌停板 今天也没有跌 可是这个地方毕竟他有一点套牢 亚光 也是很多人问到的股票 那亚光怎么看 之前你在节目当中看过 你说这个地方 他为什么会突然间跌停板 昨天掉下来 这个量的形态不是很清楚吗 一根量 一根量 他没有一个一堆量的量的形态 那这个量的形态你说 好你没有注意到 可是3月19号 我已经提醒大家 3月19号他还没有掉下来 3月19号还在这个地方 3月19号 我说你问我 亚光很多人在讲 甚至有人叫你买 可是照我的标准来讲 这个也是我的标准 他的营收并没有改变 你看这2011年2012年 这两年跟前三年前四年前 这个营收的轨道没有改变 那就不符合我们的操作标准 你说人会你的操作标准 会不会严格了一点 一点都不严格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脱胎换股的改变 你连这种地方 你都必须要去坚持 是要有一点坚持的 所以很多股票都一样 你说这股票怎么不会上去 怎么不会上去 你说这个比较难 你没有时间做这种功课 可是这个很简单 你看图说故事 你自己也会看 压力在什么地方 压力在什么地方 那你何必在这个地方买 所以他还是下去 他并没有上来 然后你再看 这两天很热门的太阳能 太阳能其实融资还非常高 这个都是谁往下买 融资往下买 融资往下买 然后这里是运气好 你运气真的不错 他还有31块49块 还有一个强劲的反弹上来 你说这两天很强 他会不会更强 你就不用去猜他会不会更强 因为这个压力没有克服 这个压力没有克服之前 你先不要管他会不会更强 更何况融资跟成交量 这个对比还是不对的 所以他本来就有一些简单的标准 那这些简单的标准 你再看LED 从晶电易光到龙达LED LED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你研究太多了 你只要去想说这个地方 你根本为什么不是一个买点 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好 这里为什么不是一个买点 那你在电视上看过 你在3月16号 这一天是不是33块1毛5 这一天的高点33块1毛5 这个高点是不是这里 是不是33块1毛5 第二天33块2毛5 多1毛 多1毛以后就掉下来了 你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就知道 它符不符合你的操作标准呢 好 所以我讲了 这个又是这样的形态 然后这个又不对 好 所以33块你就不用去套牢 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吗 这些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你看得到的过程当中 你还是觉得说 还要更厉害一点 我要更精准一点 我想通了 你想通了 不是我想通了 你想通了 我真的以后我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要真的就这一次 人会给我们的一个工具 我要做一个脱胎换股的一个工作 我要做 你只要想通了这一点 我昨天讲过的股票 我今天简单带过就好了 你有需要你再回到网路上面 去看一遍 我之前讲到这些问题 64块8 到前天还有50块 今天已经看到45块 两天当中又跌掉了5块钱 5块钱就是10个percent 两天当中又跌掉了10个percent 不要说这个地方 为什么用融资去买 我不再重复这些问题 这里有人说 这个是一个滴滴的买 滴滴的买为什么还在跌 为什么让你融资去买 我不再重复这些讲过的问题 这个下来的角度 跟这个地方 为什么它没有上去 都是同样的原因 这个我们昨天谈过了 你有需要自己再去看 上瘾为什么这个地方 两条线决定说 它为什么才往下 这两条线很重要 我以后还会从这个地方 给大家更简单的方法 就从这两条线 它为什么没有上去 反而下来 这个都是我们昨天谈过的 然后你再看霹雳 为什么从这两条线交叉下来 然后再跌 包括昨天谈到的富邦媒 这里大家讲了半天的股票 它为什么连让你跑的机会都没有 这里有一次机会 可是你不会跑 你绝对不会跑 然后你看它掉下来 所以这个我们昨天谈过的东西 我不再利用时间重复 在清明假期间当中 清明节 清明节我认为 我今天跟大家谈一下我的想法 清明节的省思 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说 股票市场来讲 你怎么样慎中追悦 其实最根本的就是 你的资产不管是从哪里来的 尤其是你的资产 如果是上一代交给你的 清明节嘛 你的财产如果是上一代交给你的 那你怎么样好好的保护你的资产 把它好好的再交给你的下一代 可是这个讲大家都会讲 怎么去做到 我是很认真的给大家一个方式 我真的是给大家一个机会 你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昨天你看过的 公开啦 现在的投顾 不要再 你就公开讲 你昨天看到的这里面的内容 三根涨停板 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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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的里面 后面这个地方 三个股票 四个股票 四档股票 三档涨停板 一根拉尾 一档拉尾盘 好 那这个是你第一天都看到 过程 记录 到最后的统计 这样子的过程 其实变得简单了 做股票 就真的变得简单了 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想法 你怎么样在清明节当中 想一下 好好的保护你的资产 然后让你的资产去增加 用一个简单 简单的方式来做股票吧 简单的方式 我现在已经交给各位了 你怎么样去善用而已 那昨天三位投资朋友 三个名额 很快的就额满了 同样的 这四天当中 我们只提供三个名额 一样 第四位超过的部分 我们线上的服务人员 你自己要负担成本 假日当中值班的人员 你要注意 三位就是三位 这三位怎么去运用 怎么去利用 广告之后 两分钟后 我再回来跟大家讲得更清楚 这一档一档的股票 你是怎么看到 怎么做到的 待会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下个礼拜二以后的盘 一个地方就好 看一个地方就好 你去看一下 1303的南亚 它如果往上去突破的时候 这个有一个趋势在改变 就是过去一段时间 一直往下跌的油价 它可能有一个趋势的改变 可是它如果不上去 这个整个趋势都没变 所以所谓的改变 所以所谓的改变 其实应该要看这个地方 然后你看它 往上 油就是要上去的 油上去 它才会上去 油上去 它上去 这个趋势才会改变 至于短线强势的太阳能 我上班大概有谈到 如果生计股开始走强 比如说这种类型的股票 开始走强 那么大盘 那个整理的缺口 96530整理的缺口 它还是不容易封闭 好 那重点在于 我们怎么样应用 不变的方法去应万变 不变的方法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 你若算你去抓到 万海的16块 你看到万海的16块 你看到它的财报 你算出它有一个空间 可是还是没办法脱胎换股 因为这个 你光看这个样子 你光看这个样子 你抓到16块 你买到16块 你还是没有办法脱胎换股 好 所以进一步 你说万海从16块到38块 它周线上 这是周线 它还是比大盘要强一点 所以走到这个地方 它还没有走弱 可是按照标准作业流程 重点来了 你不一定要买在16块 你以后就是要注意24块 24块到38块到这个地方 你怎么样去价位设计 透过我跟大家价位设计 然后去做这一段 这一段 所以这个如果你能够想清楚了 你整个操作就会改变 那你想想想10年 想20年 不见得会清楚 这是很实际的经验 所以给大家一个方式 去框架你自己的想法 按你的电脑 当你按你的电脑的时候 你在3月17号 你是不是看到一档股票 只有一档股票 3月17号 只有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我在节目当中我也有讲 伺服器的散热跟车用 然后我昨天再补充 昨天再补充 它随时会过新高 它今天确实是过新高 涨停板 那过新高涨停板 因为昨天这里有价位 它过了这个价位 涨停板 所以这个要稍微遮一下 这是主管机关的规定 我是符合主管机关的规定 你要讲个股 你不能讲价位 所以你该自己看 我不能对不特定人讲价位 但是我们的会员可以知道 你是不是在3月17号 看到一档股票 然后再来你看到的这四档 总共一二三四 从3月17号到3月30号 这四档股票 你接下来看到的 是不是3月27号 银正 你在节目当中你也看过 那银正是不是 我说这是什么 太阳能转换器 可是你可能要买少一点 因为距离 我要的价位稍微远了一点点 你3月26号 你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 那看到了 它有没有涨 它是不是仍然是往上涨 这个地方是不是持续往上涨 那今天还涨停板 它今天还涨停板 所以你看到 跟做到之间 怎么样去配合起来 你怎么样看到 然后又做到 所以我才要给大家 网路上的工具 然后你看到 你节目上看到 你怎么样去做到 做到的过程当中 你的价位的设计 你怎么去看 价位的设计到昨天 这是3月30号 到昨天晚上 昨天开盘前 今天开盘前 昨天晚上 我还在想说 今天怎么去进这档股票 把价位重新做一个拟定 把价位重新做一个拟定 那讲着讲着 4月2号今天 它就涨停板了 所以这个过程 你要怎么样去follow 因为买看 你会看 你会买 但是你怎么看 怎么买 这个过程 你怎么在记录当中 每一个过程当中 我帮大家去做追踪 跟做记录 这不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脱胎 换股的方式吗 再来 你会看到的是 一样 你在3月30号 你在节目当中 看到一档3D设备股 那这个3D设备股呢 你是不是在你的电脑当中 你是不是在3月30号看到 油田 最上面这个地方 就是油田 好 那你3月30号 在节目当中看到 你晚上又在你的电脑里面看到 3月30号那一天 我在节目当中 是不是跟他谈 3455的油田 最新的基本面 最新的基本面 是不是有一个空间 它的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操作标准 操作标准 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然后我甚至于可以把它放到私房菜 可是我这一次 还没有把它放到私房菜里面 我并没有把它放到私房菜里面 我还是放在这个地方 我仍然放在这个地方 这里我们把它放大一下好了 免得投资朋友看不太清楚 我仍然把它放在这个地方让你看 我仍然把它放在这个地方让你看 让我们的会员朋友看 让我们会员朋友在从记录里面的图形 价位策略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 他就能够追踪的到 他就能够follow的到 所以各位好好去想一个问题 你现在一档股票你说赚了 好了你说今天 我跟你讲这档股票今天很多人讲 你今天打开电视 每个人都在讲油田 每个人都在讲说 你看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 我跟你讲算那个东西 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你看电视根本没有赚到钱 你看电视 你根本没有赚到钱 你只是在听人家事后讲故事而已 你要真的从整个实践当中 去赚到钱的话 那个就真的是脱胎换股 而我也毫不隐瞒的 我跟大家讲 我花了很多钱 我设计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给大家能够很清楚 很容易了解的 3月30号你按出来就一档股票 是不是里面这一档股票 我们会员看到 这个好像无欺骗的空间 因为3月30号晚上 我们很多会员看到 你看到以后 你3月27号3月30号 你在节目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 32块到38块 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可以做得到 而且你现在看到是短线 如果说一档股票有更长的波段 更大的一个波段的时候 那那种股票 我就会把它放到 这个私房菜里面 如果这里面出现的股票 我认为说我应该保护一些筹码上的问题 我就会把它切换到私房菜里面 那切换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慢慢进慢慢进进到足够的量 一样你会看到统计的结果 可是至少你先把握你看得到的 你看得到你就可以有办法去做到 只是问题要赚多少 我最近一直在谈这个问题 赚多少 你刚才看到的几档股票 你要赚多少 你要赚多少 你刚才看到的 你现在看到的 今天很多人跟你讲 你打开电视大家都在讲的 你怎么做到 而且到底到最后要赚多少 价位设计 克服人性 真的把这八个字记下来 买点 起点 我提醒大家 我告诉大家 我电话告诉你 我call信告诉你 都可以 没有问题 但是过程当中 你每天想卖股票 稍微震荡你又把它卖掉 所以要透过价位的设计 克服人性 这个才是脱胎换股的一个改变 而这个改变在假日当中 我们都有值班人员 可以接听你的电话 你想一下怎么样 利用这一次 我准备好了以后这个工具 你每天去按你的电脑 按出来什么股票 然后过程当中 怎么样记录 最后的结果统计 我们一起来统计 我们一起来统计 不是老师在电视上随便讲 这样不是很好吗 在一个诚信的环境当中 基础当中 至少你可以做得非常清楚 到底这个过程 你是怎么赚到钱的 所以一样 假日当中 跟我们值班的人员 做一个联系 你的希望是什么 你的要求是什么 三个名额 不要超过 时间关系 祝大家愉快 礼拜一再会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